你去亲眼看一看 你就知道 我们是特殊材料锻造而成的 国际主义战士 这样一来 印第安人的文明可就差不多了 印第安人曾经创造过世界上 非常先进的文明 比如玛雅 比如阿斯特克 比如印加 但是 现在也不能说全完了 基本上高度边缘化 明白这个 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言 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冲击 往往是毁灭性 大家还要记住一个 导致欧洲飞速发展的 罪恶的三角贸易 明白吗 三角贸易是什么 欧洲的工业品去非洲 换黑奴 黑奴去美洲 因为印第安人死得差不多了 缺劳动力是吧 去美洲换农产品 原料 原料回欧洲所生产的 这个很重要的原料 对吧 这样一个三角贸易 每一趟都是大赚其财的 有人做过统计 一个健康的成年男性黑奴 在登上美洲海岸的第一刻 就会被人以一千法郎左右的价格买去 而他在非洲获得这个黑奴的成本 大概是二十五法郎 你就发现 如果他的黑奴死掉百分之九十 他还是有赚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一传过去 他的利润是百分之几百百分之几千的话 马克思有一句话 当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的时候 资本家掉脑袋都干 你百分之三千呢 死了孙子都干 这事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强大的驱动力 我们也可以拿回来比较 新航路开辟往往被用来跟正和下西洋比 咱们时间早规模大和平外交到处装大班算 最后的结果 我们唯一没有的或很少有的是什么 我们的远航基本没有经济目的 我们没有经济驱动 我们出去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掠夺去了 对不对 我们出去显摆去了 你要想显摆 你家底得厚 家底不厚 你瞎显摆是没用的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将来同学们如果要做什么事 也可以去显摆去 一个这种正面子 或者正什么生育这种事 你要让他能够自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就行 你不用像无底洞里边不断的填钱 那样谁也受不了 你让他自己循环起来 可能就好得多 所以有的时候 你像我办四中爱心社 有的时候我希望什么呢 我不想只是把钱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 你给了他们 他们现在改善了 明天怎么办 明天的晚饭在哪里 你要想办法能够让他们自己活起来 比如给他们一些教育上的帮助 给他们一些贷款 小额贷款 我印象当中前两年还是前三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就是一个农村小额贷款的主张提出来的一个人 好像是印度人还是哪的一个人 你可以去查查这种 比如说给他小额贷款 他如果是贷款而不是赠款的话 那么他可以用这个钱来想办法还 还了你就可以把这个钱再传下去 所以做好事 有的时候也要注意 能够循环起来是比较重要的 好 我们不许多说他了 总之欧洲是得利的 早期殖民扩张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受到严重损害的是吧 那我们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 就是殖民扩张永远是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毁灭性打击的 不是吧 什么时候就会有改观 什么时候就会有改观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坦白的说 在早期殖民扩张的时候 欧洲并不比被殖民地的被殖民的地区更先进 对吧 所以基本就是野蛮对野蛮 那这种事就是一种冷兵器对决的时候 而到了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欧洲的整体水平已经远远超过被殖民地区了 那么他除了继续野蛮之外 他还有文明的这种输入 这就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因为我们基本上没赶上早期的 早期对我们的危害 非常小 对吧 但是到了1840年以后 我们就受到了重大的 巨大的这种冲击 好 不许说他了 马克思有一句话 大家可以验证了吗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就说这个 明白吗 知道就行了 关于世界霸主的问题 我们简单来提两句 首先 我问你一问题 中国当没当过世界霸主 中国当没当过世界霸主 没有 中国强大的时候 没有世界 这话说的能丧气 阿老爸 掉鱼没赶上这一步 可是我们强大时候没有世界 是吗 那什么时候有的世界 就是新航路开辟以后 对吧 新航路开辟以前 其实世界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单摆幅哥的 他联系没那么紧密 没有形成一个世界 对不对 所以那会儿的世界霸主 即便你自称是 也是自娱自乐性的 你根本不知道 有没有英国 有没有法国 不知道人什么样 反正我自个儿在后院 弄把椅子 我就说成 我是皇帝毕驾了 我天下之主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自娱自乐有的是 这种机会 对吧 但是呢 真正世界开始走向 统一整体的时候 是新航路开辟吧 新航路开辟以后 中国的时代就过去了 就基本过去了 后边就完全过去了 那么谈到世界霸主 第一轮的世界霸主是谁 西班牙 葡萄牙 虽然这俩后来挺怂的 对吧 怂到一定境界了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他们是新航路的开辟者和新航路的垄断者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西班牙 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是单向的 就没有人能够影响他们 他们可以影响全世界 曾经有一条教皇子午线 这教皇子午线把世界 子午线就是京线 对吧 把世界分成两半 一半归西班牙 一半归葡萄牙 所以中国人民还在做梦的时候 就被人分了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是不承认的 但是他们那种称霸世界的感觉是有的 西班牙 葡萄牙为什么后来迅速走向衰落 不单是英国崛起的问题 他如果因为他占了先机了 对吧 如果他内部不出问题了 他不是会轻易让给英国的 你一定要记住 西班牙葡萄牙 他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是封建君主国 所以在资本主义开始流行的时代 他相对比较落后 但是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对不对 他是一个君主国 他比较容易 皇室就可以支撑大规模的远航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开拓者 他是合格的 可开拓出来的这种巨大的财富 因为他本身生产能力不行 对吧 他用报复比较烧包 他没想到拿这个钱去发展我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而是直接去买欧洲大陆的东西 比如英国 法国 包括荷兰的东西 这样客观上 这钱是左手进右手出了 他等于替英法这些国家转移了一部分资本 再加上英国人很不仗义的抢西班牙人 你知道西班牙人抢美洲 英国人抢西班牙人 因为他这的船都装好了 不用我去装了 我直接把船开走就完了 英国政府很不仗义的支持海盗抢西班牙人 你这位维多利亚女孩 伊丽莎白衣食都干过这事 就是跑去伊丽莎白衣食跑去干嘛呢 上海盗船册封海盗为骑士 理论就是你只要分我点 我就册封你 所以我给西班牙国王给气的 一个小女人 我跟你拼了 结果派1588年派无敌舰队来 又让英国舰队加海盗联军给做了 所以这场战斗之后 西班牙走向衰落 英国开始确立海上霸主的地位 好 这还没完呢 英国还好几关得过呢 西班牙葡萄牙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在于 它首先不是资本主义 所以那个钱赚来以后 它是消费基金 而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金 知道这个巨大的区别吗 钱在你兜里永远是钱 对吧 你把它买一百块钱冰棍吃了 你顶多就是拉肚子去 你拿这一百块钱 投资进一百根冰棍 在门口一块骨一根卖了 这叫商业资本吧 你买一冰棍机自个儿拿自来水占冰棍 五毛一根 然后一块我卖了 你赚的更多是吧 这叫工业资本 对不对 你把这一百块钱借给别人 然后收他一百五十块钱的利息 不给把他腿打折了 这叫黑社会是吧 这叫金融资本 对不对 你不管用商业资本 工业资本 还是金融资本 你得让钱能生钱 西班牙葡萄牙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差 他们让钱能生东西 所以活得舒服极了 但是呢 迅速走向 衰白 既之而起的是荷兰 荷兰这我希望你能注意的就是 你怎么 好像你怎么也想象不到 荷兰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 它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全能占有一席之力 而且全都取得过世界级的成就 比如政治上荷兰这个地方是最早爆发尼达兰革命的吧 那是世界上第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对不对 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早 对吧 经济上 他曾经是银行业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 荷兰人发明的股票交易 荷兰人的海商运输几乎垄断了世界的海面 一万多艘大船飘在海上 荷兰人的海商运输能力等于其他世界 其他各国海运能力的总和还多 东印度公司光分支机构一万五千个以上 荷兰人占世界贸易额的一半以上 这经济够牛的吧 思想文化 大家也学过谁是斯宾诺沙是吧 你别看是个磨镜片的 但是世界上近现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家 哲学家 政治家 都是在通过斯宾诺沙磨的镜片观察世界 跟斯宾诺沙齐名的另外一个人物叫笛卡尔 这都是比启蒙运动诸仙者还要早的大师级的人物 可以说谁在后期启蒙运动那么些人 谁也绕不过斯宾诺沙去 这是荷兰人吧 对不对 你把这些想清理犯 这国家了不得呀 中国要是说当世界霸主 咱可以说明治实归 咱应该有着份 人在这地儿在这 对吧 荷兰这么个小国 你要看中央电视台有一节目叫大国的崛起 其中有一个第二集说的就是小国大业 说的就是荷兰 这个国家你需要与相应的重视 我最早关注这个国家的时候 除了我喜欢荷兰足球队之外 我是荷兰队20年的球迷了 除了这个之外 我最早关注它 是在我念本科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日本在近代开国以前 是不是跟欧洲基本上隔绝的 它只允许荷兰人通商 而且通过荷兰了解欧洲 了解世界 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叫蓝学 叫蓝学 蓝学就是荷兰之学 这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诗 日本人相对来讲 他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着深入的对欧洲的了解 所以为什么是荷兰 而不是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 法国 这是一个需要你考虑的 好 我们不用去多说他 这家知道他是17世纪海上马车夫就行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 整个这个时候 可能欧洲整体的水平 他的经济总量 军事政治的总量都不是中国的对手 所以贵为17世纪海上马车夫还是被郑成功给驱逐了吧 郑成功驱逐的就是海上马车夫吧 郑成功是什么人呢 郑成功是在大陆上让人追的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的一个败军之将 他压根就没想当民族英雄 他只不过瞧见台湾那不错 说拿来当一个反清复明的基地 过去一看怎么又长这么模样的 你们走吧 和来人说我们不走 不走抽你 那我们走吧 他就成民族英雄了 你知道吗 他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他收复了台湾 你发现中国大陆的败军之将 打他跟打傻子似的吧 这是一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我们的经济总量 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远超欧洲 我还是那句话 什么时候就头抄下了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重要性 我们后边会提到 好 行了 知道就行了 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 与近代思想的兴趣 这个很重要 首先看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它的英文词啊 有人叫它 叫做renaissance 有人叫做renaissance 古法语的发音叫renaissance 我那次去欧洲开会 碰上意大利代表团 我一定要向他们请教 我这么问他们听不懂 我开始很自卑 我开始说我英语太烂了 后来发现他们英语太烂了 我想办法跟他解释 你们说我怎么能跟意大利人说明白 让他告诉我这词意大利语怎么念 他基本上知道这是什么事吧 写出来 写出来他们不一定认识 英语啊 画出来 我画一蒙大利上是吧 算了 我要有那本事我也不在这混了 我天天就伪造蒙大利上就算了 按你们的想法 我是不是应该问他们意大利语的发音啊 因为这是来自意大利的是吧 但是我怎么能够跟他们解释 比如说在你们交往遇到这种 词汇语言交流的障碍 你想办法 什么是Renaissance 大分歧 对吧 大分歧 不懂 Raphael Raphael是谁 Raphael 不懂 我都快绝望了 Michelan Kilo Michelan Kilo 懂了 这词跟意大利语发音很近 Michelan Kilo 然后就开始给我读 我的天 我都不知道 他打刀 我读 我读 意大利语的也不懂 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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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an Kilo 这个是怎么说的 告诉我了 我开始练 有一界面 就问 你指我 让我练的词 咱们再多各位 有没有读意大利语的 没有 是吧 那就好吧 那我就会 叫做Rena Cimento Rena Cimento Rena Cimento 你就得学会了 Rena Cimento 李纳吃馒头 学这不白学 你知道吗 学这玩意 我回来讲课就好玩 我这次去英国开会 又碰上了 我上意大利餐馆吃饭 漂亮姑娘端盘子 我说你得过来 我得 意大利语的 会得 Ole一句 Rena Cimento 这小姑娘乐得快 盘子扔地了 后来给我端的饭就很好 你知道吗 这东西 骗吃骗呃打 非常好 你就学会这个东西 你再说意大利语 我也不会 我就这一词 咱们回到英语这个词 你把这个词给我拼一下 怎么接这个词 你挨个变 我发明的 指向于这个词 叫汉语拼音 记单词法 人 爱 很多是辅数 是吧 在必修第三侧上 这必修在这有吧 第三侧上有很多人爱 Renaissance 碰到意大利人 用纯粹的英语跟他讲 Shall we talk something about Renaissance Rena Cimento 意大利人会无限充满 你理量现在大大地好 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词 我们如果从它的英文角度去看的话 这R意意味着什么呀 重复的在的 对吧 这个词可以被解释为叫reverse reverse reverse就是再生 对吧 好 Renaissance 我们还回到中文来吧 文艺复兴 复兴 文艺 是吧 刚才我们也提过 它复兴什么文艺 古希腊 古罗马的文艺 对吧 它是不是原汁原味 就给复兴回来 因为我们需要大家知道 文艺复兴发生于意大利的14到17世纪 是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一两百年之后开始 对吧 是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地区资本主义萌芽 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时期 在这会儿 如果你复兴了奴隶制的文明 不可能吧 这是说不通是不是 里边一定有新东西 但是也有旧东西 而且这个旧的东西是非常核心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希腊 咱们拿这个西方文明的源头来说 你们知道希腊人信神 对不对 希腊人那些神好玩吗 住在奥林匹斯山上 什么玩意儿那帮人 他们那老大叫宙斯 黑社会的 到处供引女人和女神 他什么都干 人和神他全部放手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你知道吗 这受不了 结果他的妻子赫拉是个最大的女神吧 就充满嫉妒心 到处去迫害 他的情人和他的私生子们 智慧女神叫雅典娜 是雅典的护卫神 是从他爸爸脑门里飞出来的 所以雅典娜没有妈 只有爸爸曾飞出来了 阿波罗 太阳神 就是音乐之神 酒神迪奥尼索斯 成天赫登 那你就是 那这帮你发现 奥林匹斯山上要一开会 那简直就是一个 各种缺点凑在一块的 一帮臭人在那 是吧 这些有着超能力的人一样的神 受到古希腊人的崇拜 对吗 他跟后来的基督教的发展 你会发现 基督教里那基督耶稣就不大像人是吧 你们要读过达芬奇的密码里也应该知道 达芬奇的密码里边好像强调的一个主旨 就是基督不但是人 而且结果婚生个孩子 对吧 那是一条主路 那把基督说成是人 但是主流基督教的信仰 那是神 对不对 对吧 好 你把这个要想清楚 那么在古希腊文明当中 孕育着浓厚的神和人的区别吗 不是吧 他有浓厚的神和人的什么 共性 也就是说神是有超能力的人 人是没有超能力的神 古希腊往往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他的神是特别像人的 这叫什么主义 叫人文主义 还记得普罗泰克拉吗 人是万物的尺度 不是神 对吧 人如果是万物的尺度 那么人实际上就取代了神的地位吧 所以你一定要严格的把握人神之间的这个概念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被神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吧 那么他是不是鼓吹人文主义的 对吧 希腊的雕塑 同学们看到过吗 我去雅典考古博物馆 我的天哪 太棒了 雅典的考古博物馆 我在这边待了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没出来 我看到希腊罗马是那种雕塑 那种大理石的雕塑 汉白鱼那种雕塑 特别的感觉 其实都是人的形状 还有很多普通人 或者国王 或者贵族 或者骑士的那种雕像 极美 对吧 他有的时候会体现神与人的这种交往 甚至神会与人发生战争 这些都是古希腊的文明成功 那么如果看到古希腊有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话 我们会发现 Renaissance 这个词的核心含义就是humanism 这个词大家也应该见过吧 humanism就是人文主义 它来自于human 来自于人对吧 英语当中的解释说 humanism实际上是一种 他说是一个revival of classical letters or individualistic and critical spirit 这个东西就是 人文主义是一种 古典文学的复兴 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复兴 是一种批判意识的复兴 这个东西在文艺复兴当中得以重建 并且得以广泛的流传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成就 有哪些成就 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淡丁 对吧 淡丁是写神曲的 淡丁出身于贵族 佛罗伦萨的贵族 但是在政治斗争当中很不得志 他曾经当过佛罗伦萨的执政官 但后来在政变当中下台被驱逐了 后半辈子基本就流亡海外 最后死在外地了 淡丁 政治上不得志 文学上倒是还可以 而且这人是一个持男子 他年轻的时候 追求一个姑娘失败 那姑娘后来嫁给一富商了 那姑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淡丁是个理想主义者 但是淡丁从此终身不娶 一辈子就心中默默的爱着那个姑娘 直到写神曲的时候 把这姑娘写进神曲 还让她带着自己唱游天堂 神曲分三部分吧 叫地狱片 炼狱片 天堂片 一看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模式 对吧 人死后去哪 对吧 看基督教的说法 人死以后 如果你生前罪大恶极 直接下地狱 地狱分九层 每一层观不同的人 如果你犯过一定的罪行 但是不太严重 可以去炼狱 炼狱实际上不是拿火烧你啊 炼狱是一座山分七层 每一层是一种罪过 所以也叫七宗罪 你看个电影叫七宗罪 那非常著名的一电影 那是基督教的一个电影 你要是在这赎罪 赎一层生一层 赎一个罪生一层 升到最高一层以后就进天堂了 所以炼狱里边关的都是那个可以改造好的青年 天堂当然就是享福了 就是与上帝同在了 对吧 这蛋丁 他说自己来到一个黑森林的边上 遇到了一三只猛兽来追他 在逃亡过程当中 他受到了古罗马的诗人维基尔的带领 这一定就是灵魂了 带着他的灵魂先游地狱 在地狱当中 他逐层游下去 从第一层游到第九层 他看到了很多历史名人 他看到很多历史名人 我需要你注意啊 比如说我们应该相信有些坏人是可以进去的吧 我们先往这个积极面上来说 作为文艺复兴的第一位诗人 他提倡人文主义是吧 他把当时的教皇福尼法斯巴士 头朝下给插着第三层的一个坑里头 第三层地狱那个坑 头朝下插进去 把脚丫子点着了 当蜡烧 这是专门割 神棍子 你们知道什么叫神棍吗 神棍就是借着神的名义骗钱的那个 比如中国那传统那跳跳神的那个 蹦蹦蹦一蹺鼓 你要倒霉 赶紧消灾 就跟着神棍 像那样的就跟头朝下插在第三层地狱里边 把脚丫子点着当蜡蛇 他把教皇给插里头了 够狠大 这说明你从这一插你就发现 但丁反对谁 一定记住是天主教会而不是天主教 明白吗 而不是天主教 他反对的是教皇和教会而不是宗教 底下最底一层 他看见犹大了 犹大肯定是要被 被割在地狱最底层的吧 犹大是出卖基督耶稣那哥们 那是叫背叛者 割在最底下 可是在地狱的第一层啊 就最轻的那一层 那是唯一的不受刑罚的一层 但丁发现了很多人 比如说盲诗人河马 比如说苏格拉底 喝完毒药奔这来了 比如说柏拉图 比如说亚里士多德 也是仨凑一块了 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 就我说的这几个 如果都被 但丁老先生割地狱里头了 割第一层 说明他不忍许咱们受苦 对吧 但是他还是在地狱里吧 在地狱里就意味着 连去炼狱的机会都没有 那这些人有什么问题 你完全可以想象 像这神棍我可以插第三层 像那个埃及女王克里奥巴特拉 叫纵狱插第二层 像那种享乐主义的伊比丘鲁 插第八层 他都有罪名的 但是像什么欧基里德 像什么苏格拉底 这些人割的第一层是为什么 他们犯什么做 罪过了 给他们最轻的 但是是不是永恒的惩罚 为什么 你想想时间 这些人生存的年代 有基督耶稣吗 没有吧 咱们昨天刚过完圣诞节 是吧 圣诞节是公元元年 基督耶稣诞生的日子吧 这帮人都是公元前好几百年的吧 他们出生在基督教诞生之前 所以他们信多神崇拜吧 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感受到神的召唤 但丁只能把这些他自己很尊敬的人 放在地狱的第一层 你从这点上来看 他虽然把教皇插里头了 但他反对天主教吗 不反对 明白吗 知道这就行了 炼狱天堂 我不一一的说了 再强调一点诞经的神曲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 谁才有资格决定你上哪 大家知道这个吗 什么时候 谁才能决定你去哪 有一个词叫末日审判吧 末日审判的时候 基督耶稣会重新降临人间 他会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对你进行审判 你最终将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吧 换言之 基督教认为只有神才能决定你去哪吧 神曲是谁决定的 但丁自己 是人对吗 你现在找着这联系 人和神什么关系 人和神一样高贵 对吗 好 我们来看第二位 叫伯家丘 伯家丘写十日谈是吧 那背景很简单 欧洲出现黑死病的时候 大概 这叫肺属疫 肺腺属疫是一种 传播非常快 死人很多 总的欧洲人口减少了25% 有些地方就灭绝了 这城就死绝了 在伯家丘的十日谈里边 有十个贵族青年 为了躲这黑死病 跑到乡下去 凑一块闲着没事干 每天讲故事玩 一人讲一个 十天讲了一百个 这是一百个 等于中短片 凑一个故事集 抡圆了骂天主教会 我的个天啊 骂到一定境界了 骂到我上高中的时候 老师说这书是尽书 少儿不义 不能看 我下期就买了一本 你现在看完也没什么 当然你们老师说家长不让看的东西 我也不鼓励你们挑战 可以偷偷看 反正我当时偷偷看来的 故事的情节我不想多叙述 如果在一个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候 我们应该知道天主教会的势力是很强大的 他居然敢 论远了骂教会 而且他骂的那些东西后来被证明基本全是真的 这能说明什么 但丁是在写神曲 他在写人就是神 对吗 何嘉秋在做什么 别跟我装大神 你就是人 你所犯的所有问题 其实人都会犯 你不要再压抑人性 不要跟我这装满口仁义道德 满腹难道女昌 你小子离我坏多了 对不对 少来这存天理灭人欲 对不对 光让我灭人欲了 你怎么全是人欲啊 这种东西 如果要是在当时能够写出来 那是很了不得的事 有人把伯家秋这个东西叫人曲 那是神曲 这是人曲 文一复兴的文坛双臂 实际上这两个人 但丁和伯家秋都在产发一个观念 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这种斗争 在伯家秋的时日坛里边 这更明显 人性与神性的这种竞争 最终他们突出的是人性的声音 对吧 其实后面有很多的文学作品 小说啊 戏剧啊 都能够体现这个主题 我给你推荐一个 将来你高中毕业以后有功能力可以看的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这样的一部书 叫荆棘鸟 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写的 可能还是比较近的小说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看到的 也要有三十年 那么这样的一部书写的什么故事呢 他说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大的庄园 那里边有一个小女儿叫Maggie 她有一个跟大哥哥一样似的人物 不是他们家人 那人叫拉尔夫 拉尔夫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愿意把自己终身奉献给天主 所以他从小就进修道院 然后在教会里边做得很好 因为这人学问也好 品德也好 最后就一步一步升到了 接近于红衣大主教的位置 到他将近中年的时候 他已经地位很高了 而Maggie也随着长成了 Maggie跟拉尔夫都不知道 他们俩其实是从小相爱的 他们一直认为 那是一种浓厚的兄妹之情 没有想到实际上是爱情 结果拉尔夫现身给上帝了 Maggie长大成人嫁人了 嫁完人以后发现这个丈夫不行 就觉得这不是我需要的 最后离婚了 离婚以后 他心中对拉尔夫的那种好感 转瞬间变成了炙热的爱情 他开始追求拉尔夫 拉尔夫麻烦了你知道吗 他是天主教 他是不能结婚的 出这事哪行啊 但是他的心中的这个人性也被唤醒了 所以最困难的是拉尔夫内心的斗争 我到底是跟上帝还是跟Maggie 跟上帝是神性 跟Maggie是人性 最后的结果你们能猜到是吧 拉尔夫是吧 就那样了 俩人就出去过去了 但从这个故事来看 是人性战胜了神性 在Maggie与上帝争夺拉尔夫的过程当中 Maggie赢了 是不是这么一回 你发现这故事跟我们看到文艺复兴的这个主旨 是不是一样的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这种书我觉得是可以留得住的东西 好 另外比特拉克这种人 比特拉克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叫歌吉 是吧 他是写诗的 他的外号叫欧洲人文主义之父 你们可以去看看有他一些诗歌的翻译 我在这都不一一的去说了 美术 意大利的这美术三节 前面我说的叫文学三节 后面有美术三节 达芬奇 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 高三的课就没什么太大的劲 我就讲高二的时候 我会打出相关的这个PPT 来跟你们一起来解析欣赏 我们肯定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这作品吧 好 我希望你注意的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们就拿拉斐尔的那个西斯兵圣母来看 你脑子里想想还记得那幅画什么样吧 圣母怎么抱孩子 这是一个神父 一个教皇来接这个圣子 是吧 这边有一侍女 里面有俩小孩 那俩小天使手脱 香腮进入状态 翻着白眼 只能翅膀 哎呦 那叫好看呢 俩肉球似的 那俩肉球是谁呢 就是拉斐尔他们家对面面包房 面包师那俩儿子 成天跟拉斐尔他们家混 拉斐尔太喜欢了 一人插一对翅膀给搁叠了 太喜欢了 看中间最正宗的那个黄金分割的位置上 就圣母本人是吧 圣母面带忧气之色抱着这孩子 你知道他怎么抱吗 你还记得吗 这孩子 左手拖着这肉乎乎的小基督的这小屁伙 哎呀 感觉太爽了 右手扣在基督耶稣的腋下 对吧 这孩子是这么抱坐的 对不对 他说给你 你看这字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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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知道不知道这孩子是上帝的 他不知道还行 他不知道这孩子是谁的 麻烦了 这必须知道 真的假的 咱们不说反正是上帝的 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要生来 就是要承担这上帝的使命的 他知道这个孩子注定要到人间去 用他的鲜血和生命为人类洗刷罪行吧 他甚至也知道这个孩子在死后三天 他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死后三天将复活成为神 所以我这孩子去 他不是一个普通孩子 他是要执行一个伟大光红行冠正确的任务的 拿走吧 但是这拿走 你发现没有是低着腿 拿走 刘备帅孩子 拿走 执行 宋王参加参军 没有 他这姿势往回抢 对不对 俄国有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大师叫赫尔森 他写了一篇文章写 说圣母好像在说 你抱去吧 他不是我的 但同时又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 好像只要有一丝可能 他就抱着他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 用自己的奶来喂养这个并非救世主 而是他自己儿子的孩子 去琢磨这感觉去 你什么时候在画里边能看出这个来 你就看懂了 你们现在不懂 因为你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由孩子渐渐变成大人 很不客气的说 你们这年龄是最白耳狼的时候 你们不大理解父母什么样 但是不养儿不知父母 一旦你也抱起孩子 你看你儿子的时候 你就能想起当年你爹你妈也是这么抱你的 你今天回家给你做一个实验 你回家跟你妈说 为了某个伟大光瑞正确的武装 组织上决定把我给卖了 把我架的某地和亲去 女孩跟他说 上西藏找吐蕃人和亲去 我文成功罗 我千古流放 你妈准惨教育 哪个缺德玩意儿干的这事 她闺女怎么不去 拉着你那跑山上当白帮旅去 缺了八倍得了 让我闺女干这子 什么伟大光瑞正确 我守着我这孩子 这是人的本性 甚至都不是人性 这是人的动物属性 就是互犊子 互犊子这事是人的动物属性 你把这个要想清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拉斐尔在用神的故事说人的事 表达人的感情 圣母不但是圣 而且是个母 她是个妈对吧 当妈的 不能跟中世纪 我原来有一幅中世纪的图 那圣母 然后抱着耶稣 那耶稣这字 手里拿着一个卷轴 然后那小手这样 那儿呆似 什么呀 看那母人你这顿时丧失了 信这个教的欲望 直接一个拉屁背狗 没法看 特别庄严的那样子 小人脑袋画一幅光圈 千万要注意 文艺复兴的最核心的理念就是 人神合一 人就是神 神就是人 对吧 好 明白就行了 其他的我们不一一的去说了 文艺复兴运动的扩展 我们可以提一个 就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在英国 应该说是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 他的笔下有太多的 有太多的这种人文主义的体现 一个经典 比如他的名作哈姆雷特 王子复仇记是吧 哈姆雷特的故事 大家应该差不多都知道 王子在思想斗争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对人的歌颂 我们说上好像有 什么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把人说的有好得不得了 我在高二讲课一半 我就会问他们 谁是宇宙的精华举手 谁是万物的灵长 让我见见什么叫灵长 你会发现咱们都是人 两条顿支个肚子 满街跑 你不会认为你真像 真像沙士比亚夸的六朵花似的 人没那么好 可他为什么要护圆了夸人 你得想想他在文艺复兴当中 所处的这个位置 对吧 那个时候是人和谁在作斗争 人和神在作斗争吧 人要把神拉下神坛 把人请上神坛 对不对 说点过头的话不算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说人是有缺点的 人有很多的缺点 人有很多事干的是非常累的事 那教会立刻就点头 你说的很对吗 那不管 我们神没有 你们是人 你们自个承认的 我们神没这了 如果这么一看 为了能够把教会的这种专制统治给推倒 文艺复兴有必要交往过正 对吧 好 我们回到这儿来看 人文主义强调人的利益 强调人的价值 强调人的自我实现的能力 对吧 在一个神权世界里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我前提是在一个神权世界里 那我们应该回复到神权 如果你要说不好 我们应该回到神权状态是吧 全听上帝的 清心寡欲的 把自己的财富捐献给教会 这不仅仅是好的 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因为封建制度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吧 在资本主义制度当中 我们刚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析强调过 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将全面取代封建的自然经济 对吧 那么在封建自然经济里和在资本主义经济里 哪一个对人的自由要求的多 资本主义 我们再再想一遍啊 资本主义是不是我出钱买你的力啊 我雇佣你被雇佣对吧 你的劳动力商品化吧 你是不是跟我依附的关系啊 我能不能说我出十个钱一天买你的劳动力 别人出十五我不许你去 不可以吧 你是怎么出卖你的劳动力 自由出卖 对不对 所谓的无产阶级 所谓的工人阶级 一定要是有人身自由而无生产资料的劳动力 明白吗 好 在这我们把这个稍微串一下 奴隶社会里边 奴隶社会里边 人与人的关系 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是什么呢 奴隶主怎样奴隶 是剥削 资本主义也剥削 某些有特色的某种主义也剥削 对吧 剥削是一个 是 那叫奴隶主怎么奴隶 占有 占有奴隶 也就意味着是 奴隶主将恩赐给奴隶一些 保证他生存的最底线的东西吧 其他的产品全部无偿征收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知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 人与人的关系交雇佣 对吧 是这个词吧 那就问题来中间这段怎么算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什么 地主占有农民吗 地主雇佣农民吗 也不是 那地主怎么农民 或者农民跟地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词叫依附 叫依附 什么叫依附呢 就是比占有要轻 比雇佣要重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雇佣这个词 你比如说 我们是老地主 我们农忙时节 我请这个短工 我不大要给 有时候给吃的 有时候我真给钱的 对不对 甚至我请的长工 你在我们家常年当这个 这个劳工的话 我要给你很多的相关的产品或者钱 是吧 我也是出钱出东西买你的劳动力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叫雇佣与被雇佣 到了这儿就是资本主义了吧 大家是否记得 想一个古一点的人物 你证明其荒谬性 陈胜 雇佣于笼杀 有这词吗 扔厨子跟这儿骂街的时候 燕雀安之鸿鸿之鸣的时候 是不是雇佣于笼杀 有没有雇佣了 你能说资本主义萌芽在秦末已经出现了吗 那中国早已统一全宇宙了呀 开玩笑嘛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应该知道 那个雇他也有雇佣的这种形式对吧 但是陈胜是不能随便换东西的 他有一定的依附关系 有的时候世代依附关系 那在中国这种事情很常见 如果说陈胜作为雇佣的电农的话 他应该是经常是被地主进行人身控制 地主在中国还曾经干过这种事 就是组建东汉那种地方豪强的庄园 庄园里的电农是没有国家户籍的 大家明白这意思吗 没有国家户籍 换言之就是这人我向国家说跑了 你们这帮人跑了 然后我把你圈到我的地上来 你就不用给国家交你的人头税了吧 然后你那钱是不是全给我了 你作为我的附庸作为我的这种依附农民 电农往往是这么干的 所以在中国古代往往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地主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的现象 明白吗 你往回想想 中国古代是不是常常有一个大的王朝建立 他要抑制兼并打击地主 不大好理解吧 国家是地主阶级的国家 他干嘛打击地主啊 王安氏变法为什么对大地主的危害是最大的 能理解了吗 因为地主的兼并 他威胁到国家的统治 这有一个争夺劳动力的问题 好 这样的依附 即使他用了庸耕与笼上这个词 他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雇佣 我们这个雇佣一定要加上自由的雇佣与北雇佣 明白吗 换言之我一定是采用纯经济的手段来雇佣你 我给钱多 我活轻 我这个活简单什么的 我用这种方法来雇佣你 我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说你不许怎么怎么着 对吗 而在中国古代 为了达到依附的这种作用 他就会想尽办法来打击那种流动性的农民吧 首先他有的规定不许离开方圆多少里 离开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给的那个 那那叫路条或者叫什么呀 你就要被抓起来被遣送回原籍 这样你就不大愿意跑了吧 你看中国有很多的这种古语 它是跟这个逃亡相关的 背井离乡 一听就惨是吧 背井离乡好几辈子了 还要叶落归根呢 有那种浓厚的乡土意识吧 那么你如果离开家了 你跑到外地去了 我们把这种人 有意思叫流亡是吧 对不对 叫流亡 你就走开了 流亡了 还有一个就 也管他们这帮人叫流民 流亡民 就是流氓 从这就从这来的 从行政命令上不许你动 从税收制度上 我限制你动 从意识形态上 我让你觉得你自个儿不是好人 通常情况下 农民在中国古代的这种地位 就是在一地 生老病死都是在一地 你只要一动 这就是不安分守己 能理解这意思吗 好 知道这行了 这我们看到 基本主义的这个发展 它的流动性 自由度要求更高 对吧 好 我们应该知道 这是人文主义的需求 人文主义不再强调超自然的神的 这种神域 它强调你自己可以通过你自身的努力 而实现你的愿望 这是鼓励人们去做事的 对吧 好 请大家想想 有人把文艺复兴叫做人的发现 叫人的发现 The discovery of human 还有一个几乎比它稍晚同时代的时候 叫地理大发现 对吧 那么整个文艺复兴这个时期 特别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 有这么一段时间 人们把这个时期叫做 The age of discovery 能理解吗 The age of discovery 就是发现的时代 对外发现了新大陆 对内发现了人本身 而这个人本身 在古代希腊 罗马文明里 是原来就有的吧 所以它叫做 叫做rebirth 叫做revival 是一种复生 复兴 重生的这种感觉 好 我们把文艺复兴的扩展 提到这儿 还有很多国家 还有很多国家 比如说法国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 叫拉伯雷 拉伯雷 拉伯雷 他提出的一个主张就是 他叫全能的人 你听这词 全能的什么 他用了这个词 叫奥埃提 奥埃提就是全能的 全能的一般都指的是上帝 对吧 他提出全能的人 这是一个 另外像 伊拉斯摩 德意志地区的 他提出 这铁文书叫愚人诵 就骂那帮教士 跟那个石坛的性质差不多 还有西班牙的塞万提斯 那这他写的是 唐吉和德是吧 唐吉和德标志着 中世纪武士阶层的 骑士阶层的 这个落幕 对吧 像这些我们都可以 凑在一起来看 把人文主义记住 把文艺复兴的这种影响记住 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的后期 进入到宗教改革 是吧 好 就怎么着